好了没有坐在这里讲歌词了 在第3集的《你以为填词是禁的》我曾经说过 如果这个频道到500个订阅 我就会拿回自己第一首完成的改编歌词出来给大家玩笑 眨眼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去时候要抓索了 先说一声 之前说过会有个讲歌词压运的系列 如果想看的话就报我Facebook和IG最新新更新 这条片的用意是想开解迷惘的网友 因为收到不少DNA表示自己有兴趣填歌词 但觉得自己做不到就没再试下 或许只试了一两次 当听我原来在《有歌出版》之前 写了500多首歌词就失败了 觉得自己不行了 我相信没人第一次填就填得很好 就算你多有天分也需要磨練 我講過很多次 填詞這件事需要無限耐性 其實無論你做什麼 只要不斷一直做總有一天是可以的 第一首的改編歌詞我用了幾個星期寫 每天寫一兩句 都有一天意外發現原來我寫完了 當時是2003年的年尾 是我升 Form 7 的暑假 因為考試沒什麼做 於是就試下寫歌詞 是不是我的第一次呢 絕對不是的 不過不要說一首半首 之前是連半句歌詞都改不了的 當時我都認為自己這輩子都不會寫歌詞 雖然不是說現在做得好 但至少都由半句寫不出 到後來寫得出幾百首 2000年代的學生妹是聽TWINS的 而我第一首拿來改編的歌 就是TWINS的《亂世佳人》 因為有版權我就不會播歌 下面有官方MV的連結 方便大家拿回來聽 在這裡跟大家說一下 如果你是第一次改編歌詞 就盡量選一些自己喜歡的歌 和曲色比較簡單 字數比較少的歌 首先 自己喜歡是很重要的 萬一這次試寫不成功 你至少看的是自己喜歡的歌 不會覺得受苦 感覺良好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 曲色簡單的歌 段落和字數比較少 就會比較容易處理 而且都快點寫完 成就感就會大很多 《亂世佳人》的melody 其實說難不難 說容易不容易 它是大路的ABABBK歌 只是precorus長了少少 初學者就要給多些耐性 去湊夠字數 還有一件要留意的就是 原詞的影響力很大 雖然坊間都說 直夜寫給TWINS很多都是斜寫的 但其實《亂世佳人》頭兩句已經漂亮得不得了 《陶瓷上的睡蓮》 《提琴下的前面》 《和其勒基保折問》 《自救經典》 頭兩句已經是對戀 如果你不停看著這兩句原詞 就會很大壓力 因為你會想 我應該怎樣填才像樣子呢? 我是不是要follow這個format等等等等 最後就變成自尋煩惱了 所以 改歌詞第一件事就是要忘記原詞 不要拿別人出街的歌詞來比 如果你可以寫得好過原詞 你就不要在這裡聽我說 那時候我是寫些很少女的歌詞 現在聽起來會打爛陣 真的要做出心理準備 好了,來了啦! 回望著他念容,其實已經都有 迷人下真好空手,當我不好 從來無知沒上,情夢置身 真好貴者光的為人 挑起我心,生態著作出大聲 OK,當時都會放念容和動容 到第三行填了謀指 看上去就知道是說眼睛了 但唱出來聽不到這兩個其實是什麼字 所以不要學啦! 接著就糟糕了 情夢置身 我想當年我是想說愛情夢雅 或者十月介菜 不過就自創了情夢置身這個詞 這是不少初學者都會出現的問題 自創詞語 創新歸創新,亂來就是亂來,不要學啦! 接著就挑起我心 我想是說挑起我根的意思 又是亂來的,不要學啦! 到pre chorus 如果第一次來講 這段我會給自己合格的 為什麼呢? 至少她整段是壓同一個運 又不過,我17歲的我應該是被原詞影響了 因為人家本身是用這個運 只是我不知道刻意還是巧合用了頂身的竟然 究竟當時我知不知道呢? 我發現我蠻喜歡拆字的 例如有人說過我 在天title將山盟海誓 拆到於山頭和盟洪海中發誓 又不是錯,但拆到不知怎樣 但原來拆字這支印在我第一手已經出現了 通常是天崩地陷或地裂 是天和地都是爛的 那時候我寫了地崩,天只是變色 平衡也對不回,不要學啦! 當初人地來靈啊 卡在讀完想通錯 但遠放在旁邊才想錯 不想過太多 想起作樣無的假 今天我方次千千黑黑 未明不想再錯 然而有今生一再受錯 我忘了說 首改編歌的歌名叫做 暗戀之苦 量就當然了 但至少副歌的第一句都貼上題 將暗戀拆成暗地迷戀 我真的蠻喜歡拆東西的 難怪天梯之後被人拆過幾次啦 問我應無虧無虧 又你可以拆破 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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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破這天梯 哇 這段副歌沒什麼驚喜 都是講些內心掙扎 想看開一點 但之後中回頭 第三行也叫做 即將昨日對比今天 副歌是用了我自韻的 但第三行無緣無故跟了原詞的愛自韻 當年我應該以為是同一個韻 提醒大家 之後的你以為填詞試鑽的 會有個講押韻系列 留意我Facebook和IG的更新 圍裙說科學婆 仍然是坑自豪 而其十坑想泡泡 遊泡山寶 然而無得一仇 情難至今 歸返在當天的時辰 生日定初 今夜就一意不近 很快去到第二節 遺群對比科學婆 依稀我記得當年我挺滿意 可以將兩件衣服入池 當時應該是典型的 師奶和職場的女強人 都是值得自豪的 雖然 其實我不知道關暗戀什麼事 之後那幾句 其實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都是少女的幻想 然後就來到我又愛又恨的 Repeat 井猩猩 之後就去到 Last Chorus 生存同行水可變 最後一名我生氣 今天我既已發現光陰症 最很快變遲 生間半夜莫名得多 清早起身就醉飲一杯 內憑不響自愛 而我又生血葛火柳房 不知道為什麼會轉運 還要轉到媽媽都不認得了 大概是想說 很多人都會經歷感情挫敗 不過遇上對的人 就會忠誠眷屬 除了自己之外 因為我已經浪費了很多光陰了 在這個護手牽 勉強到不能再勉強的砌字 大家就不要學了 之後就說自己設夜難免 心坡坡坡坡坡 人家都不會像我那樣自虐 心血葛火柳房 是完全解不通的 心血是花光浪費 是不能夠葛火的 不要學了 明日刮開的再心痛 我願我肯定 若過明日亦開大面 一個人上背影到 身塵 無論你話都救了你 我未夠經驗 最多沉溺另一根看上次人 未夠分到 今晚 到最後一段 不知道為什麼我會寫兩次 應該以為是合唱歌 覺得有兩個人唱 就可以唱不同的字 如果當年竟然這麼有心機 沒有說寫一次就算了 意思是說 今次暗戀失敗 到下次可以找回 跟對象相似的人去代替 這個單戀愛好者的故事 沒完沒了 是不對的 不要學了 好 看完這條片 大家的自信心是否回來了 還深呼呼 不知道自己能否填到 先試一下吧 如果想我給一下意見 可以Inbox我 存夠幾首 我就會找次拍片說一下 這條片是2021年最後的一條 多謝大家過去一年以來的支持 我知道我不夠勤力 出片出得不夠密 但至少我每條片都沒有送大家 是不是 如果大家想打算我的話 可以在下面購買Coffee的連結 請我喝東西 當這個頻道到1,000訂閱的時候 不知道做什麼好呢 你們可以留言給我推薦 下年見